欢迎在此观看900新闻 上海当地时间5月24日 有人在匿名论坛发文提到 上海风控这么严重 很多企业都面临倒闭的时候 一家刚刚成立五天的新公司 竟立刻被嫌为供应商 引起网络关注 网民质疑是否涉及权力新柱等腐败问题 而网传及法定代理人 是试图看掌了新人上海市市委副书记诸葛一姐的七弟 而在此前上海当局发文提到 为持续做好风控期间居民们的生活保障 我们在全期工作的基础上 将以5月23日去动新一轮色和物资发放工作 供应商为上海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和上海朝圣食品有限公司 根据天眼查信息 上海朝圣食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5月17日 注册资本100万元 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廷宁镇南公路666号 众浦园区百年常变轻以股东正式类 各在50% 指上海朝圣食品正常两人 还在上海风控期间一个主案 50%股前的形势 密集于4月21日前后成立了另外4加以食品经营相关的公司 分别是上海维远事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4月24日 上海清倩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4月21日 上海麦泽事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4月20日 上海易争贸易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2年4月20日 有网友把正常的二人称为高人 理由是他们在疫情封控期间 在人眼外图艰难的情况下 就跟吃家常便饭一样 能在短时间里轻松开出5家公司 针对以上事件 网友在相关天文文的评论中提到 为上海人民吃喝超碎了心 拟开7家公司的法定 负责人是常延青 他正是上海市委副书记秘书长 兼政法委书记诸葛伊杰 第二人太太的弟弟诸葛伊杰 的太太县为海童政权的高官 公开资料显示 诸葛伊杰1971年为20日出生 上海人仕途也从未离开过上海 1999年7月任上海港务工程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 尤其上海疫情失业之际 3月26日 51岁的诸葛伊杰 身任中工上海市委副书记 秘书长兼政法委书记 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 他也是第一位70后 省级党委副书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